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跌22% 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的纪录 一天之内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市值蒸发了5000多亿美元 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 雷诺兹纳贝斯克当时美国最大的烟草和食品公司 知名品牌有骆驼盆香烟和乐枝饼干 股灾当日纳贝斯克股价从65美元狂跌到45美元 尽管公司总裁约翰逊动用两亿美元资金回购股票 但股价一蹶不振 一度跌破40美元 几周之内公司的市值蒸发了近40% 实际上纳贝斯克的业绩非常稳定 是一家公认的好公司 股价突然暴跌 让一只暗中盯了它两年之久的基金喜出望外 它就是华尔街最有实力的股权投资基金 KKR集团 KKR集团的创始人克拉威斯给约翰逊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 纳贝斯克的价值应该在100美元左右 现在严重低估 如果管理层有兴趣的话 KKR集团愿意和约翰逊一起收购纳贝斯克 约翰逊当时并没有表态 因为他另有打算 既然公司这么值钱 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它买下来呢 于是约翰逊请来了美国运通和索罗门兄弟两大金融机构 请他们设计收购方案并提供资金支持 双方一拍即合 几周之后 约翰逊代表管理层公开报价每股75美元 发起了收购战 而在此之前 股价仅53美元 得知约翰逊联手其他金融机构 踢开了自己 KKR集团的克拉威斯勃然大怒 在他看来 约翰逊是在自己的启发之下才想到了管理层收购 现在居然要把它一脚踢开 而且奈贝斯克是KKR集团盯了很久的一块肥肉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不成 克拉威斯当机立断 出价每股90美元 直接叫板纳贝斯克公司 一场被称为世纪大并购的股权争夺战 就此拉开了序谱 半路杀出来的克拉威斯 一下子打乱了约翰逊的部署 他不得不把收购价提高到92美元 但克拉威斯立刻怀疑颜色 爆出94美元 双方你来我往轮番出价 这让约翰逊压力倍增 体育奔命 而克拉威斯好像没把钱放在眼里 每一次加价都显得非常清晰 此时约翰逊咬牙做出最后一搏 报价100美元 这一次克拉威斯没有硬价 而胆战心惊的约翰逊还无放心 自己主动加价一美元 当他认为文操胜券的时候 沉默了几个小时的克拉威斯再度出手 报价106美元 约翰逊彻底崩溃 当众宣布放弃收购退出竞争 而克拉威斯以胜利者的自信再主动提价3美元 最后竞价定格在每股109美元 经过长达六周的价格垃圾战 KTR集团最终以每股109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纳贝斯克 交易规模高达250亿美元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一笔收购案 人们自然要问 克拉威斯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答案就是垃圾债券 垃圾债券是80年代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创新之一 它以少量自有资金 外加拟收购目标的资产为抵押 因此大大降低了收购方的资金压力 当年的垃圾债券之王 米尔肯曾经夸下海口 如果有人愿意 我随时可以让他收购通用电器公司 通用电器 那可是当年全球最大的公司 KTR集团靠垃圾债券融资收购了很多公司 他们也不管这些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否合作 KTR集团屡次得手 因此在华尔街获得了收购之王的称号 不过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 门口的野蛮人 收购战结束后 约翰逊黯然退出公司 几年之后 KTR集团分拆卖掉了纳贝斯克 获利胜风 而帮助KTR集团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 也分了一杯羹 各路资本对公司控制权的忠夺 却在争夺自身利益的同时 提升了公司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 此时的公司已不仅是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 同时是可交易的商品 公司的价值被资本发掘得淋漓尽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